好,這個就是1998年 MC 31條 這個很快的人回答A 是不是這麼快的答到呢? 又看一看問題 10Ω寫了,12有了 接著告訴Curve是0.5 但誰正是誰符? 不知,不重要 就是整個箭咀0.5A 接著問你,這個馬達 Consume了多少的 power 怎樣問 計 計什麼? V等於IR 去計 那怎麼計呢? 當然,整個箭咀裡面 它有沒有告訴你這個馬達的residence 沒有,即是說裡面可能有 那我們要計的,怎麼計呢? 原來,下一次有機會寫0.5 千萬不要寫這裏 寫哪裏好呢?寫這裏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要寫這裏? 是remind你自己 穿過10Ω是0.5A 是remind你自己的 原來你這樣寫完之後 即時拿一條式出來 有R有I,計什麼? 計V,不是 你可以計Power或者計V 有兩個方法 你剛才這麼大聲看 計V,就算一下,好嗎? 如果計V的話,10Ω乘0.5A是多少? 5Ω 那又是那些很神的 我當這裏是0Ω 那這裏是多少呢? 不知道 這裏是多少呢? 這裏是12Ω 而這裏是多少? 5Ω,因此這裏是7Ω 這裏是7Ω 0.5Ω 這樣只用P等於IV 所以P等於IV 那就是0.5乘7 答案A,3.5 第一個方法 可以嗎? 第二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是什麼呢? 不是用什麼呢? 不是用屋 剛才有人說用屋 可以用Power 但更快 在這裏 可以的 記住MC是訓練大家一個思考的 是否答對就完 不是 你是答對得來 可以想很多的方法 都做到現在 挑選最厲害的方法 最快的方法 這樣才是厲害的 接下來回來又是 0.5A 不過應該計一計 這個Power是多少? 哪一條式? I2R 0.5的Square 是0.25乘10 2.5 所以這裏是2.5W W 跟著 原來這裏有個高深的東西 Supply是12 可不可以計到Power的嗎? 不過你要計到Total Current Total Current是多少? 0.5 所以這裏是0.5乘12 0.5就是一半 6 因此它吃多少呢? 就餘下的東西 3.5 這是另一個方法 有沒有問題? 總之達者為先 達到就完 OK